5.6 哇塞 今天居然长得这么多 眼睛又震大了一点 很多人说奶粉调稀了 我这个程度你们看稀吗 人工喂养和母鸟喂养是有区别的 而且奶的稀浓程度得根据鸟自身的体质来判断 我这个浓度就刚好它三个小时消化完 再稠一点就怕它及时了 有人就要说了 母鸟喂那么干为什么没事啊 因为母鸟喂的是在它塑狼里消化过发酵过的 喂给小鸟的话更容易消化 人工奶粉虽然也添加了帮助消化的 但是它比较细腻 很容易沉淀 所以说稍微稠一点就很容易及时 还有就是各位朋友 这是一只鹦鹉 它不吃虫 不吃虫 它不吃虫 重要的事说三遍 还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喂它奶粉 我喂的是鹦鹉的专用奶粉 不是人吃的奶粉 这个能听懂吗 鹦鹉奶粉是由多种谷物熟化研磨而成的 再添加多种微量元素和什么什么什么来着 后面太长了我忘记了 自己去查吧 反正就是专门针对这种刚出壳的小韵我而研发的 就像刚出壳的鸽子吃鸽乳一样 它也不吃虫啊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只鸟什么情况 前面的视频也没看 就来说我故意把它饿成这样的 不给它吃饱 导致它十几天了还是不长 真的 你去把前面的视频看完 我哪一天把它饿着了 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 我每天都是每隔三小时就喂它一次 连晚上都是一样的 说实话这些我并不觉得苦 反而我觉得每天喂它是一种乐趣 能够看它慢慢长大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说我为了博取流量 故意把它弄成这样的 我真的是有千张嘴我都说不清楚 它的问题出在哪了 我估计就是前期喝了甲莱粉 导致它严重的营养不良 所以现在才发育的这么缓慢 这罐就是它刚出壳的时候给它吃的 然后这罐是后来换的 现在再吃 吃了之后身体也有长 这个的话是吃了八天还是十天来着 一直不长 后面才给它换的 满满一罐 几天时间就吃了这么多 结果它还是没长 你们还说是我没把它喂饱吗 至于为什么要拿着它吃来 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由于它站不起来 躺着吃很容易把它呛着 所以只能把它拿起来了 而且我都是轻轻拿的 并没有使劲 看吧 又躺下了 吃饱之后它是动不了的 饿的时候它还稍微活跃一点 能够动两下 不过翻身对它来说也是很困难 所以我才会经常用手去扶着它 让它自己站起来 我想让它的脚慢慢变得有力 以后能够站起来走 继续这样躺下去就像人瘫痪了一样 双脚迟早会残废 你们看嘛 如果我不扶着它 它就一直躺着 这样的话它还能稍微站一会儿 让它脚上的血液流通一下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我老去弄它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今天这个眼睛又睁大了 我估计过不了几天 应该就会全部睁开了 从体型上看还是个宝宝 但是一看它这身皮 就知道它年龄已经不小了 希望它像电影《烦恼环童》一样吧 越来越有活力 其实它还是蛮乖的 摸它它都不叫 养了这么多天 真的是养出感情来了 现在半夜不用闹钟 我都会自己醒了 好像已经习惯了 也感觉没什么 还有人想看它拉的靶吧 这些我都有检查过 它的排便一直都很正常 而且也都是条状的 拉在这里面都干了 这是它前几天拉在我手上的 给你们看看吧 这下大家放心了吧 它居然在趴着睡 美墨被我吵醒了 快来乘一乘今天多重了 7.1 妈呀今天怎么长了这么多呀 小伙子 它还能站起来一会儿啊 厉害厉害 来我帮你一下 力气还是不是很够啊 还是要倒 不过进步已经很大了 把它喂饱了 头上这个淤血其实昨天就散了 你们不说我都没注意 而且这个眼睛是不是比昨天真的大了一点 我看着好像是 很棒很棒 哎呀 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 好想与你们分享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把它放这个大一点的盒子里面 让它活动活动 看到没 今天力气明显变大了 吃饱了它还能自己撑一会儿 不像前两天 吃饱了它只能躺着 头还是有点抬不起来 不过进步已经非常明显了 嘿嘿嘿嘿 又躺下了 又开始摆烂躺平了 突然就感觉它长到了好多 我还每天都看着它 这个变化真的是太明显了 把它拿进来了 运动了一会儿它还累了 在这儿打瞌睡了 想要睡觉了 又躺平了 刚刚还趴着呢 这姿势简直是太悠闲了 前面吃的奶粉就是这家店的 我也是看了它的视频 抬到它家去买的 而且以前买的都没问题 这次买到这个是真不行 吃了是真的头大呀 给你们看看 本来满满一贯的 吃了多少天来着 吃了这么多 可把我害惨了 而且它家的东西 都比外面卖的要贵 多的我也不说了 大家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这才过了两个半小时 它都又消化的差不多了 看来奶粉得调稠一点了 像不像一个要喝奶的小孩 在这儿撒泼打滚 今天拿着它明显感觉大了一点啊 肉也多了一点 这叫声太大了 这小家伙 大了一圈有没有 这个背上的疲劳的又让人心疼 真的是毒来粉害人 现在就看它什么时候开始长羽毛了 加油吧小伙子 看看是不是又长大了 小伙子 起床了 起床吃来了 都睡懵了 叫它半天才反应过来 老样子 老样子 吃来之前给它撑一下 今天八点三了 可以可以 今天又厉害了一点 能够站起来走几步了 虽然走的 虽然走的不是很稳啊 但是相较于昨天来说 还是进步很大了 这下应该不算僵尸鸟了吧 你们老说它僵了 来 往我这儿来 这儿呀小伙子 走过来 快过来 这里呀 这小家伙 找不到 干脆躺下了 别急别急 别急 这边 这也太激动了 都喂不到它的嘴里去 它老是以为我的手是吃的 就往我手后面靠 这个家伙 在前面啊 把头扭过来 这不就吃到了吗 今天太活跃了 马上就来了 你别急啊 还是得要扶着它 不扶着它根本就吃不了 妈呀狼吞虎咽的 我还有点喂不银了 好了 来擦擦你的嘴 还在戳我的手 它还想吃 但是喂成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了 再吃的话就跑到嗓子眼了 这样它躺着就很容易吐出来 吃饱了就躺下了 跟个大爷 跟个大爷一样 这个家伙 还用它的小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 这个眼睛今天好像又睁大了很多 看它这样躺着 莫名的想笑 不知道为什么 好了 把它放回去了 一会儿我们再来看它 看到没 它知道趴着睡了 说明这小家伙是正常的呀 人家不是僵尸鸟啊 虽然说力气不是很足 但是它现在慢慢的在恢复正常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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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扇它的小翅膀 一根毛都没有就想起飞了吗 又扇起来了 哎呀被它听到我说话了 以为我又要喂它了 看把它激动的 这个奶粉本来我都已经丢到垃圾桶里去了 但是今天我要把它捞起来了 因为我今天收到一条这样的私信 关于这样的问题我只想笑笑 我想说奶粉有没有问题 还用我说吗 换了奶粉之后 小鸟的成长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还拿去检验什么 我检验个屁呀 就像你在一家早餐店 吃它家的馒头 连续吃了十几天 一直窜息 然后有一天你换了一家店试试 哎 你发现你不窜息了 而且精神也好了 走路也有力气了 身体也长胖了 你还说不是前面那家店的问题 难道你会觉得是自己的身体原因吗 同样都是馒头 这家的吃了你能长胖 那家的吃了你窜息 你还会怪自己就是消化不了垃圾食品 是吗 所以说垃圾就是垃圾 你的身体已经告诉你答案了 可是你就像蒙住你的双眼大喊 我不信 我不信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这个小伙子吃他家奶粉吃了十几天 活生生吃的头比身体还重 一度都快要站不起来了 天天在死亡边缘徘徊 这难道还有假吗 现在我才换了奶粉一个星期不到 看看它长大了多少 而且身体也有劲了 还能起来走几步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还要我怎么证明 要不我把剩下的奶粉寄到你家 让你家小鸟吃试试 我会严格把控每一款产品 多的我也不说了 咱们来看看今日份的小鸟吧 发现这小伙子越长越帅了 头抬起来太久了 它累了 看到这小鸟吃没 有一根黑线 估计是要长鱼管了呀 今天还没有给它撑多重 因为它塑狼里还没有消化完 怕撑的不准确 我们等一会儿再给它撑 哎呀 这站姿太搞笑了 听到我在旁边说话 它就以为要吃东西了 眼睛又睁大了 而且这精神看起来是一天比一天好 又倒下了 来来来来 快起来 哎呀 你莫激动啊 它就以为要吃东西了 还知道用翅膀来掌握平衡了 哎 看着它越来越好 真的好开心啊 在这儿啃这个盒子了 这个猪 还是先把它放回去 等它再消化一会儿 我们过来撑了重 再喂它 来看看你消化的怎么样呢 哎 差不多了啊 把蹭拿过来 起来 蹭挺重了 看看你今天又长了 看看你今天又长了多少 慢点慢点 不是要吃来 9点5了 一天长一克多 对于它来说已经很好了 把它喂饱了 拿出来让它看看这外面的世界 今天已经是出口19天了 哎 你可真不容易啊 这身上的鸡皮疙瘩越来越明显了 可能是要开始长鱼管了呀 特别是这个小鸡翅膀 有一根黑的 本来想给它换一个大一点的盒子 然后放玉米芯在里面 比较安全 结果盒子太大了 它在里面躺着动都动不了 帮它翻了个身 看它能不能站起来 哈哈哈哈 又躺平了 看来这个玉米芯也不行 这个盒子太宽了也不行 直接躺成这样了 算了 还是把它放回这个盒子里面吧 这里面偶尔它还能翻个身 自己站起来一下 想要关注小鸡鸡后续成长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 我会持续更新它的状态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早上这么激动呀 这儿小伙子 又去啃这个盒子去了 把它拿出来看看 我发现今天它的力气好像大了不少 观察它好几分钟了 它都没有倒一下 越看它越搞笑 还把翅膀插在了腰上 马上就位 别在这儿偷瞄了 来来来来来来 在前面呀 你老是往后面躲什么 转过来呀 给 哎呦哎呦哎呦 这家伙儿太激动了 像有人在跟它抢一样 哎呦我还是扶着你的头吧 不扶着它的头 它就不好好吃 勺子放到它嘴里 它老是吐出来 勺子就在面前 吃着吃着它都找不到了 哎呦别叫了 你要往哪里去吗 池上的都在叫 好了好了 不给它吃了 吃的饱容易不消化 看到没 今天就算吃了东西 它都能站起来了 小伙子越来越厉害了呀 这保温箱里的木屑 全是它踢出来的 由于它今天能够站起来了 就把它放在这个 宽敞一点的盒子里面 而且这里面给它放的玉米芯 比较安全 木屑的话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因为现在它大了 害怕它不小心吃到 好了 一会儿中午我们再过来给它撑重 现在大了一点了 可以拿到外面来了 这种天气的话不会冷到它 熬了20天了 这个猪终于恢复正常了 我想它以后应该都不会再躺下了 观察了它一上午 它都是站着的 给它撑一撑 看看今天有多重了 来伙计上秤了 哎呦11克了 怎么又变到10.8了呀 是不是刚刚放了个屁少了0.2克 来 过来 它知道往我这边靠 这小翅膀还先搭过来了 饿了是吗 要吃来了 发现它全身都变黑了 而且背上开始有鱼管了 昨天我看有评论在猜 它有可能是只原始灰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原始灰什么样的 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这也 全身都是黑的 看来我是真的跟黑鸟有缘呢 好了 出来玩一会就可以了 在外面还是不能待太久 把它拿回去喂来了 走吧 小家伙 给它喂饱了 进步真的太大了 吃成这样它都不会倒下了 睡下了 我们就不打扰它了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 让我们一起见证小鹦鹉的成长吧